阿姆勒关心美国的其中选举倒数即时 两党纷纷请出重量级的成员进行最后的拉票 最近有传出民主党选情告急了 不少候选人也担忧受到拜登低迷的民调影响拒绝同台 改为邀请前总统欧巴马来催票 博伦家就分析了 就了派拜登前往关键州助选本身就存在一些风险 而让他去共和党本营拉票反而更有利 尽管拜登马上解释口误是因为想到战死伊拉克的儿子 不过拜登儿子根本也不是在伊拉克过世 拜登前往共和党大本营佛罗里达州拉票 竟然还不断口误让人相当傻眼 其中选举进入倒数 民主党选情告急之下 拜登支持率还只有四成 让许多民主党候选人将他视为票房毒药 宁可邀请欧巴马站台 不只乔治亚州 包括威斯康辛 密歇根 亚利桑那和内华达州 都只邀请欧巴马助选 盼望他能在关键州扭转民主党颓势 专家分析 与其让拜登前往关键州 背负败选的风险 不如让他前往共和党传统票仓 宣传政策 将选举从候选人竞争 升高为选不同的执政风格 白宫国安顾问科比表示 G20拜习场边会晤还在安排当中 不过拜登如果在其中选举失事 成为跛脚总统 就算习拜会顺利举行 他恐怕也没靠山和习近平进行谈判 记者刘家瑜报道 好 我们来看到是俄乌双方 与这个土耳其的粮食交易正式破局 因为普丁山宣布 将无限期的占庭黑海股物的协议 也告诉了土耳其总统 埃尔段除非联合国 对于目前部署在克里米亚的 俄军黑海舰队 遭到乌方无人机攻击事件进行调查 才愿意要恢复这项交易 对此呢 路透的这个分析师就特别说了 预计礼拜一开始 小麦的期货价格也会飙涨 全球会再度陷入粮食危机 另外我们还要来关注的是 10月份才刚刚过70岁大售的 普丁传出有些健康的问题 越上新闻版面了 因为英国媒体就特别说 这个普丁 资料画面我们看起来 它有点怪怪的 说它的血管呢 这有点浮肿 可能是因为百病缠身 注射大量的药物 留下的痕迹 暗夜里房屋燃起雄雄火光 乌克兰多个城市再遭俄军大规模飞弹空袭 俄军更是锁定攻击南方赫尔松的重大基础设施 要让乌军就算收复尸土也只能拿回空壳 爆炸农烟直竄云霄 首都基辅同样没有幸免 蒙轰各种民生基础设施 导致基辅有高达八成区域 供电供热供水都出了问题 虽然目前基辅市长宣称 以逐步恢复攻击 但仍会进行分区限制措施 以储备冬季所需 而除了能源危机 全球粮食危机也将引爆 普丁宣布无限期暂停黑海粮食协议 小麦期货价格预计将在飙涨 克里姆林宫指出 普丁告诉土耳其总统艾尔段 只有对克里姆亚无人机袭击事件 进行调查 二方才会考虑恢复交易 另一方面 刚过七十大寿的普丁 健康状况一直是外媒 津津乐道的话题 英媒太阳报指出 掌握了克里姆林宫内部文件 称普丁确实罹患 帕金森氏症 胰脏癌和前列腺癌 连结过去普丁不自然的肢体动作 健康疑云的传闻不曾停止 用手拍了拍俄军的手臂给予鼓励 但普丁这一动作也被外媒放大检视 每日邮报指出普丁手背上的血管浮肿 可能就是因为百病缠身 注射了大量的肋固醇和止痛药 留下的痕迹 不过这些说法都没有经过证实 甚至包括被媒体拍到的种种现象 都不止一次遭到克里姆林宫 还有普丁本人驳斥 表示一切都是西方世界的阴谋 记者蔡清晨报道 深周十三号三名太空人在昨天完成了 跟孟天实验舱对接的任务之后 今天再度举办的是天宫对话 要跟东盟国家青少年来一场天地连线 而刘洋面对一些问题 像是太空漫步的疑问 他又做出什么说明呢 我们继续来听听 为单次储舱活路的任务周期比较长 从最初准备到储舱完成后的恢复 需要好几天的时间 储舱期间我们在太空中 要连续工作长达六七个小时 这对我们的体力和心理都是极大的考验 不过经过地面的科学训练 我们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两次储舱活动 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 完成好后续的每一次储舱任务 接下来科普一下 这个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成水 不会感染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 所以小朋友孕妇也适用 万万水神不伤人体 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 如果不够用的话 它可以干脆把生成机买回家自己来使用 我们是在目的 我们在目的前面